主席 而且你还有余力关心原住民 还有清府会 谢谢指教 恭喜你 有几个问题 既然包山包海 就容我问得稍微广一点 我想请教你一下 是 这个 在台湾 我们的出生跟死亡 如果被继承人死亡 那么继承人应该 在这个从死亡之日到几个月之内 要办理这个继承登记 才不会受罚 你知道吗 你知道吗 我还真的不知道 你不知道 六个月 六个月 料想你也不知道 那规划国籍之后 多久 就是说我们在讨论新住民嘛 是 多久可以来选立委 十年 答对了 那再问你 子女出生以后要几天 要向护政机关要登记 两个月 都打小招 对不起 我是真的不知道 两个月 那 现在我们的基本工资多少 一万八 是 这个稍微要知道吧 你在 最机车的一条 机车排放废弃 多少要接受检验 不要再打pass了 好吧 他们也不会知道 我真的也不知道 你们也不知道 对 那你们不会知道 你拿这些问题 因为这是环保署的业务 这不是 环保署的业务吗 你拿这些问题去问 是 我知道 你知道我要问什么 我知道你的意思了 你拿这些问题 去问 要规划取得我国籍 就是这些新住民 要取得国籍 是不是 所以我们一定会 这些问题都是他们要考的问题 对不对 我们一定会检讨这件事情 那再问你一条 你可能跟你一定要知道的 是 遇到 你是防灾专家 地震台风 山难 海难 打电话要跟哪个求救 如果手机不通 手机不通 打119 打海啊 你 手机不通 手机不通 防灾的 那你们的 你们的答案是112 是答案错了 还是 还是你这个防灾专家 搞错了 不过你打119 一定可以找到 你要的协助 那 那你要推动啊 没错 你要推动啊 我想我 这个 你既然提到这个 这个插开话题啊 是 这我也支持啊 嗯 我建议你 对 未来台湾 不管 这个我们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 碰到什么样的问题 不管你刚刚提到的地震台风 不管火灾 不管遇到 这个杀人放火抢劫 不管在机场 受到什么样的刁难 打119 通通 119 或110 一定是24小时 有人会 会出你的问题 当然不鼓励你打110了 但是119 是一定 你连我的问题都没有听懂 是 你 我的要的是 是 推动一个类似像一个云端 但是就一个入口 没错 一个入口 那么这个119 大家不要再背 112 119 什么1995 英九救我 这个 这个高雄 1999 背那么多数字 没错 哪个原住民 新住民 这个 这个各种 不同 不同的 这个族群 谁记得 没错 如果你内政部真的有办法 我希望你 往这个方向 好 来推动 我完全同意 这是题外话 是 但是因为 我们看到你对 坦白讲 这个 这个考试的题库啊 嗯 也有进步了 我知道以前更糟糕了 也是有所进步 但是 这个既然 你一上任 对于新住民 那么提出了这个 这个新火炬的计划 是 我也看得出你对原住民也特别的关怀 是 所以我希望 你能够更进一步 我昨天鼓励你更有勇气 更有热情 更有愿景 希望你能够 这个 逐步再改善 另外我再问你 你有没有提过说 这个新的住民啊 如果从人口政策来检讨的话 我们现在政府面对少子化的危机 不但要教导小孩子成为国家的栋梁 是 而且这些新台湾之子啊 挟着语言跟血缘的优势 可以成为台湾拓展海外市场重要的人才 没错 这是你的观念对不对 这是我的观念 没错 这是你的观念 这个 这个非常好 过去本席一直觉得台湾 能够有现在这样的一个发展 过去有当双公 没有当双妈 是 台湾是一个族群多元融合 并且是 呃 发展到现在 族群 互相尊重 啊 族群共荣共存的 这样的一个社会 那我们面对新住民 我看刚刚段一康委员 其实也 也 就这个观点呢 也有多数指教 所以 部长有注意到这样的一个方向 其实我不瞒各位说 我在当初在台北县的时候 我的想法是 我们那时候有十几万的新台湾之子 只要这些人他都会讲他妈妈的语言 那是我们台湾的国力的展现 那 所以我那时候就鼓励了很多学校就设这样的班 我们会朝这个方向来努力的 那你有没有数字说现在的新台湾之子 不管他从越南 这个印尼 他的这个 有一半的 这个父母亲 有多少还懂得他们的原来的语言 我手上没这个数字 不过我相信比例一定是不高的 一定很低对不对 对没错 那 我们 你的新火区计划除了 这个白天教儿子晚上教妈妈 这之外 你有建立那样的一个环境吗 你高悬的 你高悬的理想 你觉得你做这样的方式 你做的这些计划 这个就能够达到吗 当然不会 我会朝那个计划来努力 但是也不 那你还 你既然达不到你还有什么样的想法 你做来 我的想法是 第一个我必须 第一个在我内政部所及 我尽量做到 最大的极限 但是事实上 很多的业务都不在内政部的 这个滋账里面 我会在院里面把这样的一个声音反映出来 既然你说这些新台湾之子 有语言跟血缘的优势 那么我觉得你的看法是很好的 那这些优势现在 现在每一个小孩 不要说台湾的母语啦 这些越南的母语 或者是柬埔寨的母语 为乎其为 那这些优势在哪里 你要怎么推动 你的报告里面并没有啊 没错 这里面的教育 其实一部分 是一大部分 那你这是推给教育部吗 不是 我们会用外配基金 来跟教育部配合 来推这件事情 所以当然我也跟 我非常坦诚的说 其实以内政部的执掌 我们一定会做到 我应该要做的 我们会邀请教育部 一起来基金做这件事情 我会跟院里面做报告说 我们应该对这件事情的投入 还要不只是给钱而已 我事实上是在 我们的整个政府上面 要有一个节奏 要有一个政策出来 所以我完全同意委员的看法 所以你 你还有很多东西 规划还没有做到 对不对 没错 我希望你能够在 就针对这方面 你的理想 理想标榜的这么高 但是你能做到多少 我希望 我希望 我一定会非常努力的 这个你们的行政院长 说了猫头鹰跟法国狼的故事 你看了没有 没有 你也没看 是 还管到动物 就大概不太需要你了 不是 我事实上那种 法国狼就是要你 不要只有讲 不要只有讲一个理想 怎么样来做到 所以我希望 我希望你刚刚所提到的 对 新住民来台湾 有语言跟血缘的优势 非常好啊 非常好啊 是 台湾未来可能整个大 大东亚地区 台湾是一个 最能够跟其他国家 能够互通有无 能够这个尊重往来 互相贸易 然后所有的人才 汇集这样的地方 非常好 但是请你要做到 请你要有执行的 方案跟策略步骤 在我们内政部所及的 我一定是尽力做到 其他部会的 我会努力跟他们沟通 另外啊 刚刚段伟也提到了 那新移民 新移民除了你 针对他们的 刚刚这些 这些相关的学校啦 或者是 这个辅导啦 相关的作为之外 其实他们 他们面对最困难的地方 就是 那些责任的 有点 帮助 我们的责任 有点 那些人 那些都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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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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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